糖尿病一个听起来让人不寒而栗的现代文明病 许多中老年人一旦被诊断出糖尿病 仿佛被判了终身监禁 每天不是吃药就是打胰岛素 饭桌上更是郁郁寡欢 什么好吃的都不敢碰 然而最新的研究发现 糖尿病并非毫无转机 有一生直言 只要平时爱吃四种特殊的食物 即使活到九十九岁 血糖都能稳稳当当 不再轻易烧 听起来不可思议吧 更遗憾的是 许多老年朋友还不知道这件事 今天我们就来揭开这个糖尿病救星的秘密 看看是哪四种食物如此神奇 以及它们被科学依据 看完记得赶紧告诉家中的长辈 让他们也吃起来吧 要了解为什么某些食物能稳定血糖 我们先简单回顾糖尿病是怎么回事 糖尿病其实不只是血糖膏那么简单 正常情况下 我们吃下食物后 碳水化合物会转化为葡萄糖进入血液 胰脏分泌胰岛素帮助把葡萄糖送进细胞 供身体当燃料使用 但在糖尿病患者身上 这个机制出了问题 要么胰岛素分泌不足 要么细胞对胰岛素不敏感 这种现象也被称为胰岛素抵抗 结果就是葡萄糖进不去细胞 在血液中越积越多 血糖值节节攀升 血糖长期过高会对全身造成损害 好比浓糖浆在血管里流窜 时间长了会黏坏身体各个器官 最明显的危害包括眼睛视网膜病变可能导致失明 肾脏过劳引起肾衰竭 神经受损导致手脚麻木 还有心脏病 中风的风险大增 更令人闻风丧胆的 是糖尿病的各种并发症 例如糖尿病足 所谓糖尿病足 就是因为足部血液循环不良 导致伤口溃烂 久不愈合 严重时甚至需要节肢 简而言之 糖尿病若控制不好 不仅影响生活品质 还可能危及生命 因此 所有糖友和家人 都十分害怕血糖飙高这件事 幸运的是 糖尿病虽可怕 并非完全无计可施 医生和营养师一再强调 控制血糖的关键在于 良好的生活方式 其中饮食调理最为重要 那么控糖饮食 有什么基本原则呢 总之 就是要做到少甜少白 多鲜多彩 少甜远离含糖饮料和甜食点心 因为直接摄入大量精致糖 血糖肯定蹭蹭往上窜 想解馋 可以用天然甜味的水果 当然也要适量 来代替蛋糕饼干 少白 这里只少吃白色精致淀粉类食物 比如白米饭 白面条 白面包 这些精致主食缺乏纤维 消化吸收太快 容易让血糖短时间内飙高 可别以为饭菜不甜就没糖 白米饭虽然吃起来不甜 但分解后产生的葡萄糖 一点也不少 对糖尿病人来说 一个大白馒头 可能比一小勺白糖 还让血糖升高呢 多鲜 多吃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 例如全骨杂粮 如燕麦 糙米 小米等 以及豆类 各种蔬菜等 纤维就像海绵 能延缓糖分的吸收 避免餐后血糖骤升 而且高鲜饮食 有助控制体重 体重下降了 血糖也会跟着更稳定 多彩 确保餐盘上 有彩虹般的各色蔬菜水果 深绿色 红色 橘色 紫色等不同颜色的蔬果 富含各种维生素和植化素 对身体有保护作用 比如深绿色的菠菜 西兰花富含铭和个 有助提升胰岛素作用 红色的番茄 草莓含有茄红素 花青素等抗氧化物质 有助减轻炎症 当然 水果也要控制分量 尽量选择糖分较低的品种 例如莓果 奇异果 而不是含糖极高的榴莲 葡萄干 均衡适量 除了以上少什么多什么 还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要定时定量 均衡营养 每餐定时适量 不暴饮暴食 也不随意饿肚子 碳水 蛋白质 健康脂肪 搭配均衡 蛋白质如鱼肉 蛋类 豆制品 还有适量的健康脂肪 如坚果 橄榄油 可以减缓碳水的吸收速度 也有利于长时间维持饱腹感 这对控糖大有帮助 掌握了这些原则 糖尿病患者的餐桌 其实也可以丰富又美味 不一定非得清汤寡水 当然 大家最期待的 还是揭晓今天的重头戏 到底是哪四种食物这么神奇 连医生都说 吃了血糖不会升高呢 好了 现在揭晓今天的主角 四种对稳定血糖特别有帮助的食物 它们背后都有科学研究撑腰 长期食用 有望让血糖保持平稳 我们一一来介绍 看看您是否经常吃 或者是不是第一次听说 提到纳豆 很多人脑海浮现的 是那黏黏稠稠 有特殊气味的日本传统早餐 但别小看这不起眼的发酵黄豆 纳豆其实是名副其实的酱糖能手 纳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膳食纤维 本身几乎不含糖分 而且含有多种对控糖有益的营养 例如大豆易黄酮 维生素K2 以及发酵过程中产生的纳豆鸡酶 和伽玛聚骨氨酸等活性物质 科学研究发现 纳豆中特有的伽玛聚骨氨酸 可以抑制餐后血糖的上升 让吃完饭后血糖不会冲得太高太快 同时 纳豆丰富的益生菌 有益肠道健康 改善肠道菌群 也有助于提升身体代谢 和胰岛素敏感性 日本有项小型实验 让受试者早餐搭配 高伽玛聚骨氨酸含量的纳豆 结果发现 相比不吃纳豆时 同样餐食下 受试者的餐后血糖上升幅度明显降低 胰岛素分泌反应也更加平缓 难怪有人戏称 日本人长寿的秘密之一 就是每天一盒纳豆 对于糖尿病人或血糖偏高的人来说 纳豆完全可以成为餐桌上的常驻嘉宾 吃纳豆的方法也很简单 您可以把纳豆搅拌后 淋在热腾腾的糙米饭上 加点葱花和酱油调味 也可以将纳豆拌入沙拉 或搭配全麦饼干当作健康小点 如果刚开始不习惯纳豆的味道 可以少量多次尝试 慢慢培养出对它的接受度 一旦习惯了 您可能会爱上这独特的风味 而且您的血糖也会默默感谢您 接下来登场的 是近年来风靡全球的超级古物黎麦 黎麦原产于南美安蒂斯山区 被誉为古物之母 联合国甚至将2013年定为国际黎麦年 用以推广黎麦的种植 可见其营养价值备受肯定 黎麦长得像小小的原力 但用途上可当作主食古物 它最大的优点就是升糖指数低 相比白米饭等传统主食 吃同等碳水化合物含量的黎麦 胺后血糖上升的更慢更少 这是因为黎麦富含膳食纤维和蛋白质 消化速度较慢 不会让血糖蹦极 有研究针对一群老年前 糖尿病高风险人群进行实验 让他们用黎麦取代部分精白米饭 结果显示 食用黎麦的一组 胺后血糖和糖化血色素 这一长期血糖控制的指标 都有所改善 患糖尿病的风险也降低了 除了低升糖 黎麦的营养也很丰富 它含有人体必须的多种氨基酸 是少见的全蛋白质穀物 还富含酶 钾 钾等矿物质 和维生素E B族维生素 对糖尿病患者而言 黎麦不仅能当饭吃 还能补充微量营养 帮助改善代谢健康 在日常烹调中 可以用黎麦煮粥 或者像大米一样煮饭 可以单独煮 或与白米混合一起煮 还能用黎麦制作炒饭 甚至把煮熟的黎麦拌入沙拉 做成黎麦蔬菜饭团 口感方面 黎麦略带坚果香 且有点Q弹 许多老人家一开始 不知道它是什么 吃完都惊讶 这米怎么有点弹牙 而且还挺香呢 如果您家里有糖尤长辈 不妨尝试让他们用黎麦替换一部分白米饭 相信坚持一段时间后会看到血糖管理的惊喜变化 第三号选手是一种物美价廉的寻常食材 没错 说的就是海带 海带在营养学界可是大名鼎鼎 被称为海上蔬菜 含有丰富的可溶性膳食纤维 以及独特的海藻多糖 研究指出 海带中的多糖物质 如褐藻多糖和盐藻多糖 具有降血糖降血脂的作用 一方面 这些物质在肠道中形成粘稠的胶质 减缓糖分和脂肪的吸收速度 另一方面 科学家发现 海带中的某些活性成分 能促进胰岛素分泌 提高细胞对葡萄糖的利用效率 换句话说 常吃海带 有助于让血糖更快被细胞吃掉 不在血液中积聚 除了控糖 海带还富含点 钙 铁等矿物质 对预防甲状腺疾病 骨质疏松 贫血等都有好处 可谓一举多得 不过需要提醒的是 海带含点量较高 甲状腺功能抗进的患者和孕妇 不宜过量食用 一周吃一两次 适量的海带问题不大 但不要天天每餐都大量吃 对一般中老年人而言 海带是价廉未美的保健食材 无论凉拌海带丝 海带煲汤 还是海带炖肉 都非常适合糖尿病患者 作为日常菜肴 想象一下 一碗热气腾腾的海带排骨汤 既暖胃又稳糖 喝汤的同时 把软烂入味的海带吃下肚 既享受了美味 又获得了控糖益处 何乐而不为呢 最后压轴登场的 是一种喝的而非吃的东西 同样值得推荐给糖友们 它就是桑叶茶 桑叶就是桑树的叶子 古时候用来养残 因此 过去常被视为不起眼的农业副产品 殊不知 在传统中医药里 桑叶早就是有名的天然酱糖药材 是治疗消可症的常用药方之一 所谓消可症 就是古代对糖尿病的称呼 现代科学研究 也证实了桑叶的酱糖功效 桑叶中含有一种特殊成分 叫1.脱氧野高霉素 简称DNJ 这种物质能抑制小肠对糖分的吸收 简单来说 拌后喝点桑叶茶 可以让部分淀粉 没那么快转化成葡萄糖 被人体吸收 从而减缓餐后血糖上升幅度 此外 桑叶还富含多种黄酮类 和生物碱等活性物质 具有抗氧化和抗炎作用 长期饮用对预防糖尿病的一些并发症 也有潜在益处 比如可以减少心血管病变 视网膜病变的风险 有研究让二型糖尿病患者 每天饮用一定剂量的桑叶提取物泡茶 注周后发现 它们的空腹血糖和糖化血色素都有所下降 可见桑叶对稳定血糖确实有效 不仅如此 桑叶茶还有助于控制体重和调节血脂 对于同时患有高血糖 高血压 高血脂 这三高问题的人群 它也有不错的辅助改善作用 饮用方面 干燥的桑叶可以像泡茶一样用开水冲泡 温五到十分钟后饮用 茶汤清香淡雅 略带一点植物的干苦 但多喝几次 就能品出清甜的回味 市面上也有现成的桑叶茶包 或者与其他花草搭配的养生茶包 喝起来更加方便 需要注意的是 桑叶性偏寒凉 体质虚寒 或者肠胃不好的人 不要空腹大量饮用 最好饭后再喝 而且一开始 先泡得淡一点 让身体适应 总的来说 桑叶茶是糖友们日常养生的一把好手 老一辈中许多人或许不知道这号天然酱糖茶 现在了解了 不妨也试试看 介绍完了食疗法宝 咱们再聊聊给中老年朋友的一些提醒和建议 首先 心态很重要 得了糖尿病不用过度恐慌 也不要自暴自弃 正如前面所说 通过饮食调节和生活习惯的改善 很多糖尿病患者 完全可以把血糖控制得稳稳的 甚至接近正常人 现代医学已有许多成功案例 一些患者通过严格的饮食管理和坚持运动 体重减轻了 血糖指标大幅下降 甚至暂时摆脱了药物 这就是所谓的糖尿病缓解 也有人称之为逆转 所以中老年朋友千万别以为自己年纪大就没戏了 只要开始改变 任何时候都不晚 其次 在日常生活中 要养成良好的习惯 除了我们强调的均衡饮食 选对食物外 规律运动 充足睡眠和情绪管理 也很关键 运动被称为隐形的降糖药 因为肌肉活动时会大量消耗血糖 不需要胰岛素帮忙 也能把葡萄糖拉进细胞 中老年人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合适的运动 比如饭后散步 打太极拳 跳广场舞 或者每周几次适度的游泳 快走等有氧运动 同时配合一些简单的力量训练 增强肌肉含量 让身体对胰岛素更敏感 俗话说得好 动一动 少吃药 每天动一动 胜过旁人吃几片药 再次定期监测和就医也不可少 血糖仪在家自测血糖是必备的工具 特别是刚开始调整饮食和生活方式时 可以更频繁地测量空腹和餐后血糖 观察自己吃了哪些食物后血糖控制得好 哪些食物容易让血糖飙升 做到心中有数 另外每隔三个月应到医院检查一次糖化血色素 了解长期控制情况 不要因为觉得麻烦就忽视检查 身体任何微小的变化都值得警惕 比如前面提到的足部症状 如果出现伤口愈合慢 麻木 皮肤颜色改变等 一定要及早就医处理 以免小问题 拖成大问题 最后 饮食控糖是长期的功课 今天我们推荐的这四种食物 纳豆 藜麦 海带 桑叶茶 并不是灵丹妙药 吃了它们 并不代表就此万事大吉 可以大鱼大肉 任意来 它们的作用更多是保驾护航 帮助我们在日常饮食中 更轻松地稳定血糖 该注意的总量控制还是得注意 药物治疗 也不能擅自停止 不过当您把好的生活习惯坚持下去 慢慢的 也许就真的能减少药物剂量 甚至在医生指导下停药 靠饮食和运动 就把血糖照顾好 到那时 您会发现糖尿病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 掌握主动权 健康享百岁 新研究带来的好消息是 糖尿病并非绝症 只要找对方法 我们完全可以跟它和平共处 饮食上稍作调整 特别是善用以上提到的四种食物 再配合良好的生活习惯 血糖膏也能被我们牢牢踩在脚下 不再认它肆虐 试想 到了99岁高寿之年 您依然精神绝朔 品尝着可口的饭菜 血糖以上的数字稳定如山 这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而是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打造的未来 健康长寿 从来不是命中注定 而是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 从今天开始 邀请您和家中的长辈 一起踏上控糖养生之路 爱上内盘纳豆 尝试一碗梨卖饭 经常吃点海带 泡上一壶桑叶茶 一开始可能只是为了控血糖 最后却会发现整个身体都在悄悄变好 与此同时 要保持乐观开朗的心情 多和家人朋友分享健康资讯 分享生活乐趣 良好的心态本身也是最好的长寿药 希望这篇分享能给您带来信心和实用的建议 让我们一起把健康的主动权握在手中 别再让糖尿病吓倒 我们要做自己健康的主人 努力活到99岁 依然血糖稳稳 笑口常开 看完之后 别忘了把这份健康秘诀 告诉您关心的人 让大家一起受益 就让我们从现在开始行动 为了更好的明天 一起加油